柔佛普莱国席和新邦二南州席补选 在今天正式进行投票 然而 新山地区早上迎来了雨天 这导致选民不得不撑散前往投票站 行使他们的选举权 据马新社报道 截止到中午12时 普莱国席补选的投票率为24% 而新邦二南州席补选的投票率为33% 与之相比 六州选举在同一时间点的最低投票率为34% 这表明与六州选举相比 此次补选的投票率较低 面对副首相阿末扎西的法庭案件被撤销 团结政府至今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西蒙在昨晚对新邦二南州席补选进行最后冲刺 行动党政治局主任陈宏迁在演讲时间皆指出 这表明西蒙政治力量尚不足够 仍需要与其他政治势力合作 他昨晚以不点名的方式说 某人之所以能够避免法律责任 是因为西蒙的支持不够强大 陈宏迁说 为什么要释放那个人 你以为我们想这样吗 他进一步解释说 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 西蒙的政治力量不足 因此需要与其他政治派别合作 然后 他明确表示不能再深入讨论此事 以免引发麻烦 行动党副主席尼可敏在演讲中 将责任归咎于前总检察长 丹斯里·伊德鲁斯·哈伦 指责他在即将退休时 故意做出有利于西蒙的决定 实际上是在捣乱 尼可敏指出 伊德鲁斯·哈伦撤销 对副首相阿莫扎西的控诉 无疑让西蒙政府陷入两难境地 如果阻止总检察署的撤销行动 就会面临干预司法的指责 但如果不阻止 也会受到批评 被视为与阿莫扎西同流合污 他说 伊德鲁斯于9月5日退休 这是他的黄道吉日 他就赶赶玩你一道 将阿莫扎西释放出来 尼可敏强调 西蒙拒绝为伊德鲁斯·哈伦的决定背锅 因此敦促他向人民清楚交代他的决定 他表示 冤有头债有主 我们希望总检察署必须向人民交代清楚 无论如何 阿莫扎西的案件 我们承认总检察署的处理方式不妥 必须向人民解释 必须交代为什么释放他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应该让无辜受害 安华不同意 民主联合阵线目打应副首相阿莫扎西案件撤控 而撤挺团结政府 他强调 这是由负责调查的反贪会或警方提出控诉的总检察长以及法官做出的决定 他认为 对于阿莫扎西案的裁决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这可以追溯到过去几十年传承下来的体制 在这个体制中 政治家被视为贪婪和残酷 并对人民施加压迫 然而 安华强调 他不愿意将这种体制用于对付其他人 尽管他自己曾经历过这一过程 自己担任首相以来的九个月里 他强调 从未干预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针对国盟宣传主任阿兹敏批评安华 过去一直倡导的烈火莫西 Reformacy 如今已经变成了烈火已死 Reformacy 安华反驳指出 阿兹敏才是弄死烈火莫西的人 否则 只要上仓保佑 一切将仍然良好 关于土团党员袁怀哨 向议长申请国会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阿末扎西案件的请求 安华表示 国会议员不能在国会特别会议上就此事进行辩论 因为国会的平台不应该扮演法庭的角色 他说 这是年轻人的想法 没事 我们是有教养的 法庭案件怎么能在国会里辩论呢 他必须要明白权力的分立 安华进一步强调 国会不是法庭 因此可以让议员提出问题 而政府会尽力回答这些问题 总检察长既不是国会议员 也不是部长 所以国会议员有权提出问题 但国会不应成为法庭审讯的场所 新任总检察长阿末特里鲁丁昨日发表文告 澄清总检察署并未撤回针对副首相阿末扎西的案件 他是针对律师工会主席谢伊林在本月7日表示 总检察长对此案的解释缺乏适当的理由作出回应 阿末特里鲁丁指出 前总检察长伊德鲁斯·哈伦已经行使了联邦宪法赋予的特权 停止了针对阿末扎西的诉讼 他说 正如马来西亚律师工会的声明中提到的 总检察长在涉及扎西的案件中从未使用过撤回一词 律师工会的声明提到了宪法第145三条 该条明确赋予总检察长充分的特权 包括停止任何指控的诉讼程序 此外 根据刑事程序法典第254一条的规定 检察司可以在审判的任何阶段通知法庭不再继续指控 阿末特里鲁丁强调 总检察长有权在任何阶段停止指控 包括在表面证据获得确认之前 他还指出 这并不是第一次在表面证据得到确认后停止指控的情况 阿末特里鲁丁表示 总检察长最有能力决定是否继续指控 这取决于多种因素 如调查报告和陈述等 乌清团常任主席旺奥吉提醒党员 不应将副首相阿末扎西在法庭上获释的裁决 是为他的胜利 根据自由今日大马的报道 汪奥吉表示 一些党员可能误以为这个裁决能够振兴巫统 但实际上 巫统尚未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 他指出 我们在第14届大选 第15届大选 以及最近的6周选举中 都经历了挫折 这清楚地提醒我们失去了多少支持 在2018年失去政权时 我们都知道人民对巫统的印象 现在 我们是否能够说 这些人对我们的印象有所改善呢 最近的选举结果 已经告诉我们很多 关于人民对巫统看法的信息 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 现在巫统的形象并不好 而阿末扎西的释放 并不等同于无罪判决 对此也毫无帮助 他进一步表示 巫统必须首先进行内部改革 然后才能继续争取改革 他说 人民的幻想已经破灭 基层支持正在减弱 他还指出 如果巫统继续按照 目前的轨迹前进 可能会失去影响力 很快就只会存在于历史课本中 他表示 巫统必须解决 影响人民印象的核心问题 汪奥吉表示 那些呼吁人民投票给巫统的论调 因为巫统曾争取国家独立 并见证了数十年的繁荣 已经不再适用 他强调巫统不能再假装 党内一切都好 因为最初进入政府 只是因为没有党友足够议席来独立执政 最终并非因为巫统赢得了选举 耀喜好 register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